最常见的后遗症就是耳朵整个练形 变得比较凹陷或是变得比较皱褶等等 第二个就是对生活上造成一些困难 比如说您戴耳机啊 耳道式的耳机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戴的 那个报道里面的爱美朋友是被拿的耳瓶这个部位 通常我们取耳丸骨首选是耳甲挺跟耳甲腔这两个部位 通常不太会一开始就取到耳瓶 如果说我们是多次手术 如果您的两边的耳朵 你的耳甲挺和耳甲腔都被取完了 第三个选择我们才会考虑取耳瓶的软骨 取耳瓶的软骨当然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说 第一个不能取得太多太大 耳瓶这整个会软过塌陷或是变形 这个耳瓶通常我们就是塞耳机的时候 有一个辅助固定的作用 如果这个地方变形或是不见的话 我们塞耳机就很容易掉出来 就会对整个生活上造成一个蛮大的困扰 我们通常取耳软骨呢 大概首选是刚刚有讲过 就是耳甲挺跟耳甲腔这个部位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对耳轮 对耳轮有一个角 它是在我们耳朵的一个根部 如果说我们取耳软骨 一次把整个耳软骨拿的部分太多太大的时候 就会造成整个耳软骨的支撑力下降 有时候支撑力不够的话 我们戴耳朵的时候 这就会支去了一个软骨的一个主抗作用 会造成说整个耳朵就是很容易就被打出来 基本上这个也算是一种轻微的变形 理论上如果耳软骨被拿的过多 造成整个软弱塌陷的情况 要重建这个耳扩的形状 蛮大的一部分就是要使用自己的热软骨 我们会拿热软骨雕刻成整个耳朵再把它埋进去我们的皮肤里面 但是这个状况其实非常的少 那如果说要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手术上还是必须要选择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取耳软骨的时候 大小以及位置要取得适当 才不会造成耳朵的变形 通常耳软骨如果取得适当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但是当软骨取得过多过大 或是位置不恰当的时候 当然会产生一些后遗症 最常见的后遗症就是耳朵整个变形 比如说它会变得比较凹陷 或是变得比较皱褶等等 那如果说取得耳瓶 耳瓶不见的话 整个外观第一个会变得非常的不自然 因为正常人还是会有两个耳骨 第二个就是对生活上造成一些困扰 比如说您戴耳机啊 耳道式的耳机是几乎绝没有办法戴的 当然有些人取完耳软骨 如果前后造成一个贯穿性的伤口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楼管 或是贯穿性的活动发生 以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取耳软骨 有可能会出现的后遗症 我们鼻整形手术上取软骨的部位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鼻中隔软骨 第二个是耳朵的软骨 第三个是自己的热软骨 通常鼻中隔软骨的特性是它比较紫 但是它的量非常的少 拿起来可能大概只会有一个指甲的大小 大概只能做一些微调的部分 手术上最常见的是取耳软骨 因为耳软骨有两边 其实基本上量对于整形手术都还是算蛮足够用 第三个是如果说爱美的朋友 耳软骨已经被取用过 或是说需要比较大量的软骨来做支撑 我们就会常常使用自己的软骨 来做一个鼻整形手术 总结而言 身体可以拿来做鼻整形手术的部位就是三个部位 第一个是鼻子的鼻中隔软骨 第二个是耳朵的额破软骨 第三个是胸破上的自己的软骨 取耳软骨要注意的是 当然我们知道取耳软骨本身还是一个手术 所以依照一般的手术而言 如果您有糖尿病高血压 或是一些心脏的疾病 因为这个美容手术是一个非必要性的手术 所以还是请先将您身体的状况调异好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根据您想要改变的部位 如果您真的只是想要改变一点点 当然可以使用鼻中的软骨 如果说想要改变的中等程度或大一点 我们可以使用耳软骨搭配一些人工鼻骨的来使用 或是说一些重建的爱美朋友 感染发炎过的都会建议使用自己的耳软骨 除此之外当然手术后的一些基本的照顾也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们必须遵从医生的衣诅 按时的服药清洁 最重要是手术后可能你们去突碰到鼻子的东西 尽量都要以无菌的为主 比如说无菌的棉棒 无菌的生理食言水等等 绝对不要用手啊 用一些比如说未消毒过的棉棒去触碰您的伤口 这样会造成一个感染或发炎的风险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